警方拿著搜索票進到屋內 但眼前一對男女還在裝傻 他們還不知道 長期在室內開趴大吵大鬧 已經被鄰居盯上 只是他們再怎麼否認 還是躲不過警方的敏感神經 原來警方在桌上盒子 看到了這幾包 清冠一號由於外觀 跟一包陳藥包裝不同 對方也不像確診 立刻察覺有意 被檢盟盯上的這對二十幾歲男女 就住在台南安平區的一棟大樓 由於經過收證 早就知道他們在屋內常開毒趴 但入內一看 卻差點找不到毒品 還好最後發現這幾包清冠一號 沒有救到嫌犯 反而幫警方解圍 清冠一號是由中藥材 經過萃取製成的處方用藥 雖然跟粉末障的毒咖啡一比 清冠一號也有粉末跟湯藥兩種形式 但不管是哪種包裝 都有嚴格的成分標示 而且一個是駭人的毒品 一個是救人的藥品 功能上天差地遠 在搜索的過程中發現 有兩包粉末飲料包 寫有清冠一號的字樣顯得突兀 經毒品快篩檢視 呈現有甲基安 維他命 K他命的陽性反應 因此拿出 假的清冠一號毒品開趴 原本想要避人耳目 但自作聰明 反而引起警方注意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